国民体育法三读通过之后 单向协会开放人民申请为会员 但改革路还没走 已经传出黑箱作业 今天就已经检举了 我想你们去查 一定要给答案 地委共上体育署 直指人头会员争议 体育改革联盟更拿出游泳协会 流出的会员名单 指控人头会员冒用身份等问题严重 户籍地址重复的状况下 这个会员查额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会从这个户籍地址 收集所谓的身份证银本 甚至各个协会 现在已经开始交代下面的庄角 从这个户籍地址 统一收他们的选票 一起他们要在协会后面统一投票 对比永协两万多个会员当中 有1551人的户籍地址 都设在台中市博管路 同样登记在榆林县湖伟镇 这处地址的也有498次 接着信箱重复信也多达5000多次 更巧的是有144名会员生日是在同一天 我们要的只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运动员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我现在看到这样的名单 还有协会球员兼裁判 操控悬务 体育署你告诉我 这样的改选制度是公平的吗 游泳选手通批体育署的不作为 而体改联也要求体育署 主动清查名单 揪出人偷 并成立公正选务小组 也应该先暂停选举投票 来保障会员们的权益 有啊有在管啊 如果有这样的话 我们就移送给检调单位来调查 他已经在调查了 他的会员他要申请入会 他的审查的权限是这个协会 我们不能够去介入 因为介入他也批评 解释目前只能移送检调单位来调查 无法积极介入处理 体育署点出了难处 但想要透过全民参与实现体育改革 无法杜绝人头会员跟黑箱作业 都是枉然 环宇新闻严峻强陈宇荣 台北报导